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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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位官爷 抓住这个毒夫 快抓住这个 啊 啊 姐 我什么都看不见 我眼前一片气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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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呀 西游拉姐 什么人呢 你快不用管她了 你得赶紧秦林 你身上的余毒了 幸好你不不扯进去 就此碰了一下 你说你这扯进去 无力回天了呢 问你什么不言呢 这 多晒晒 有利于派毒啊 大夫 我家公子 何事才能彻底康复啊 方理说 吃了解药就能康复 可是 你家公子啊 身体体质不佳 恐怕 还得再等等 哎 要不要啊 给沈公子充喜啊 哎 大夫快别提了 出了这事儿 老爷和夫人都急得病倒了 要是让他们发现 充喜找的是个丫鬟 那还不得绝不绝啊 我这 不得无力 哎呀公子 我说的是实话 要不是为了见他 你怎么会中毒呢 姐 你不要我心里去嘛 莫知那就是个碎嘴子 这有什么的 我当初骗他 不就是不想让他知道 我是个丫鬟吗 那现在这 现在知道了 那自然是我配不上他 一切随缘吧 不过莫知说的也没错 如果不是我 他也不会中毒 可不我这心里面 好难过呀 难过什么呀 我能跟沈公子 有这样一段情缘 我也不亏了 好 来人啊 来人快看一下 我老爷中毒了 启禀王爷 跟另外两名中毒患者 是一样的动物 行 下去吧 是 昨天 小王爷带着曾顺水 前来讨药解药 我爹给了之后 突然就这样了 你啥意思了吗你 你意思是王爷和曾顺水下的毒 真上能容忍了是吧 王爷怎么会害我这个糟老头子呢 肯定是那个曾顺水 看他知道他 有配方 有解药的 你什么意思 你说栽曾叫后给顺水 昨天我爹也只见过 曾顺水了 他 要不就是那个同茶茶 他为了 免受流氓之苦 一身是毒 这个毒啊 定是那个同茶茶那个 毒附下的 竟然还有人样的口 让我来吧 让我来吧 哎呀 哎呀 姐姐 姐姐 姐你糟了姐 等等 我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小孩 就是他 老夫那毒的配方就是他给我的 故意中毒 就是想找机会逃跑 快 快抓住这个毒夫 官爷 二位官爷 抓住这个毒夫 快抓住这个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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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什么都看不见 我眼前一片气 哎呀 我还是豆蔻年华 我以后可怎么办呀 我以后可怎么活呀 我以后可怎么活呀 老夫知道 这个毒 根本不会侵蚀到眼睛的 你不是说我下的毒吗 那你为什么比我还了解毒性 二位官爷 总之 他是个怠罪之身 赶紧把他抓到牢房里边去 快 公子呀 这毒药确实存远眼睛 莫质 莫质你慢点 莫质 莫质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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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够了 公子 您好容易捡过一脚饼 怎么还下了 哎呀 二位官爷 这个 茶茶现在眼睛就瞎了 根本跑不了 抓到牢里也没有意思 不如就把他放在府上 然后 我亲自来查看这幕后真凶 找出真相 如何 见闻老爷说了 曾顺顺也参与到下毒事件 一并给我提了 本王要亲自审问 是 走 简直欺人太甚 居然把这府邸围围了起来 我这就去写散了他们 王爷 闻老 王爷还不明白吗 温老爷请来了侧妃撑腰 我们越是反抗 侧妃越是生气 我就不明白了 我只是喜欢娶一个喜欢的人而已 是春宅大院的谈何喜欢儿子 现如今惊动了侧妃 说明这背后的真相绝不解认 那你有什么好的办法 这口恶气本王谁也要骗去 王爷别着急 我的名字 就是给王爷的解释办法 这名字 不言 来了来了 按计划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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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 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是什么都看不见 为什么 什么眼你不要过来 没关系 你不要过来 没关系 我不嫌弃你变成什么样子 反正我也看不见 可是我不想连累你 你要是与我恩断义绝 我 我完全接受 你快走 我生怕你嫌弃我 又怎会再与你眼睛瞎了 半斤可不能嫌弃吧 可是我真的很害怕连累你 你快走 我生怕你嫌弃我 你走啊 被你连累 我心甘情愿 你们俩再这样争下去 没个结果 沈公子 你就听我一句圈 放弃茶茶姐吧 那如果我说不呢 两个瞎子结亲 你不怕人笑话 我还怕呢 我改日再来 沈公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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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这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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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慢点 我是在装的可真像 沈公子姐 你真的 你还不做什么呀 当然了 这城中无论发生什么事 有谁会怀疑 是一个瞎子做的呢 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很危险 所以 我不能再接近沈不言了 哎呦 公子 开心啊 开心啊 开心 成来啊 好 哎呦 哎呀 大爷 大大大大大大爷 看着有点眼熟啊 万华姨 我家公子 身患眼疾 心情忧郁 我带她来听听曲儿 我要的不是这个 你不是要钱吗 我要的是她和茶茶发的誓言 她不是说谨遵难得吗 她不是说一生一世吗 拿来啊 我给你 我给你 这么便宜 那我还是要钱吧 小兰 哎 再公子到上房 公子里边请 你 就什么时候回来啊 这次我不会 但是你不行了 一辈子不回来你就等我一辈子 公子 公子不希望人把持不住 对不起啊 可不是我把你打一刀 千万不要怪我 我把你打一刀 我把你打一刀 我把你打一刀